都知道越南是摩托车的王国 那在东南亚如果要找到一个摩托车同样多的国家呢 那就不得不提老挝了 在老挝这边的摩托车几乎是他们每家每户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这个是没有之一的 但是来到老挝这边就慢慢的发现了 老挝人使用的摩托车呢 大部分都是日产的 像本田啊林木啊都非常的多 而我们中国品牌的摩托车呢 在老挝这边是少之又少 虽然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在老挝这边做摩托车的身影 但是他们卖的依然是从越南那边进口过来的日本货 那为什么在老挝这边我们中国摩托车就这么不吃香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挝店长 现在在老挝 今天呢来到了老挝的首都万象的一个商业中国铁万象中心 在这边买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呢正好要路过这个停车场 因为国内有很多的朋友咨询啊 就是在老挝这边过来销售摩托车呀电动车 这个市场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今天呢店长就给大家看一看 老挝呀他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呢 在他们国家都是使用的哪些品牌 看一看有没有我们中国的品牌 现在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呢 一起去看一看 他们这边的一个摩托车的停车场 这个是他们室外的一个摩托车的停车场 满满当当全部都是 我们现在过来看一看他们的摩托车呀 主要是哪些品牌的 在老挝这边应该他们绝大部分的摩托车都是日产的 像这个本田的还有这个林木呀 在老挝的销量是占据绝对主导的 在老挝这边我们可能以为这个摩托车会很便宜 实际上给大家看一下找一个啊 因为我们家工人他们用的都是这种 比如这种本田的如果是新车的话 在老挝这边他们销售的价格都是超过人民币一万元的 而且我们大家看到老挝这边的摩托车停车场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他们几乎所有人的这个头盔啊 都是放在这个上面的 是没有人拿的啊 这个在国内我不知道 现在我们敢不敢把自己的头盔啊 就这样随便的扔在外面 看一下 每个上面的如果有带头盔的都是扔在这里 因为他这个停车场呢虽然是有付费的 但是在老挝这边我们去其他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商场啊 或者是一些小店或者是街道上面 没有这种保安在那边看守的停车场呢 人家停车的时候也是会把帽子放在外面的 在老挝这边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人说偷这个摩托车的头盔 一眼望去 我感觉这个本田的应该可以占到80%了 就这个停车场里面 全部都是青一色的 很多人说老挝他们这边的摩托车都是一些二手的 但是实际上我看到他们买的车啊 大部分都是从越南那边过来的 到底是不是二手呢 我估计大家如果有行业内的人是应该会知道的 在老挝这边呢 根据他们最新的数据呢 他们现在全国所拥有的摩托车的这个数量大概是在140万以上 而且在这边呢几乎可以说是他们只要是家里面啊 如果要准备一个交通工具的话 他们肯定首选会买一辆摩托车的 只不过是有钱的人呢他肯定会买汽车 但是他们家里面也会配上这个摩托车会好一些的 像有些 比较有钱的人家他们配的这种像宝马的呀 我都在这边见过的 一辆摩托车都要十几二十万 所以说在老挝这边呢 他们使用摩托车的这个人是非常多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品牌呢 在这边占有率是非常的少的 我在这边的一些摩托车的市场啊 也有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摩托车的这些销售 但是呢在老挝这边我们大街上看到的 人家使用的这个摩托车 还大部分都是日产的 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室内的停车场 我们进来看一下 看看里面是不是和我们看到的 刚才上面那个停车场一样的 都是日产的牌子 在他们这边呢也有很多人会买一些二手车 但是我看到他们老挝人购买新车的这个购买率 还是非常高的 几乎二手车的市场呢 可能没有我们国内一些朋友想象的那么好 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朋友在网上咨询说 到老挝这边来从事这个二手摩托车的这个销售 生意会怎么样 这个具体市场呢 我也没去做过认真的一个调研啊 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呢 觉得现在目前的这个需求量不是特别大 看一下他们这边 这个是什么牌子 有一些好像也是有一些这个杂牌的车 这种车在老挝这边应该也是要大概一两万吧 看起来还挺好看也是本田的 在老挝这边他们这个新车的费用呢 一辆如果按照老挝币来算大概要一千七八百万吧 就一辆的新车人民币大概一万出头 所以很多老挝人买摩托车都是需要贷款的 因为他们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 很多人一年的工资都买不了一个摩托车 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停车场里面大概有80%吧 都是日产的 几乎是很少看到我们国产的 因为现在我刚才看到里面有几个杂牌的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国产的这个摩托车 在我们国内呢 实际上摩托车的品牌呢也非常的多 而且他们的价格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宜 我觉得至少是比他们进口的这些日产要便宜很多吧 但是在老挝这边呢 摩托车的需求量这么高 在大街上呢 跑的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日本的车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摩托车呢 在老挝这边就吃不开呢 大家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可以在店长的视频下方啊留下你的看法 好了店长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请您动动发财的手指 长按点赞键三秒钟就可以强烈推荐本期视频了 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拍摄视频不易啊 感谢大家对店长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